大家第二堂的內容 還有沒有印象 第二堂這個符號學的內容 你要記得幾個關鍵字 符號是由能指跟左指所構成的 然後隱喻的方式有兩種 相似跟相關 有沒有印象 相似跟相關 還有一個符號生產出來之後 我可以把這個符號拿來當成新的能指用 再繼續延伸出去 指向另外一個新的鎖指 這個符號沿用的這個概念 你要有個印象 國立台灣美術館你有去過的舉手 請放下這個好地方可以去過去看一下 你看這張照片 它沒有下什麼標題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是翠玉白菜的版本對不對 可是它這個版本怎麼樣 讓你有一點恐慌 因為它這個上面已經不是蟋蟀了 它放什麼東西 它放蟑螂 你要注意聽 它的題目叫做台灣美術雙年展 所以它一定會找一些 就是你要反省一些台灣的議題的 就是反省台灣社會現象 找一些這種作品來展覽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好的 因為台灣的確是很習慣 我們是亞熱帶國家 所以這種比較容易滋生這種討厭的東西 的確我們的環境也沒有日本好 所以你看它敢弄出來 然後美術館還願意讓它展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有屌的 這個是有屌的 你是看這個 這個就比較難懂 陳靖元 那邊有一個藝術家陳靖元 你看他有一副作品叫做黑洞 知道要幹什麼 就一堆人好像看到被這個天空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橘紅色的 它稱之為黑洞的東西 好像有一個真空吸引地一樣 把大家都要給吸上去了 你看那個紙張就開始飄上去了 你注意聽喔 你要看得懂這一張的前提是 你要先看過葛世斌在的一個服飾會 他畫那個富士山三十六景 他就是畫那個富士山周圍那些平民百姓的生活 然後他其中有一張是這個 就跟這張非常像的 我先問個問題 你有看過葛世斌在那個 那一服飾會的舉手 你有印象的舉手 好 請放下 你再記得 在他畫的那個符號出來之後 又有人把他那個符號拿去沿用 是有一個攝影家 叫Jem Wall 你可能寫下來好了 J-E-F-F-W-A-L-L 你上網搜尋這個攝影家的圖片 然後點開來看 你會發現超好 Google第一張就是這張 他就是模仿那個畫作 然後拍了這樣一張照片 你看這幾個穿西裝髮領帶的人 他這個風 原版的話也是這樣 就是一抱強風過來 把東西都給吹散了 人物的姿態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他把它拍得出來 你現在看到這個 陳靖遠這個版本 他是沿用誰的符號 沿用J-E-F-Wall的符號 他把它弄過來 而且還換了一個角度 你有沒有看出來 所以他是 你要往回推 他那個符號的本體 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你要多看一點 才會知道這個來由 所以這個 我上次符號學 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可能稍微有個印象 你在看這一幅嗎 這一幅也是成型人的 有一個男生裸體的 跟一個女生躺在一起 然後拿了一張鏡子 給那個女生 他那個鏡子還把臉遮起來 有沒有發現 西班牙的畫家叫 維納斯奎斯 他以前畫過這樣的一幅畫 叫做 維納斯照鏡子 維納斯照鏡子 當然這種畫是很低俗的 他並沒有什麼高尚的預言在裡面 你去畫了一個神話故事 維納斯 你隨便一個女生的形象 你都可以稱之為維納斯 你看那個小男生 他身上一定畫個翅膀 代表說他是天使 天使在拿鏡子給維納斯照 這幅畫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深度 我只是要告訴你 陳靖遠他就是玩這個東西 他就把這個東西 調換過來 把那個小男生怎麼樣 變成一個裸體的男人 兩個人好像就是做完事之後 就躺在床上很自在這樣子 他那張鏡子 是 你如果沒有畫那張鏡子 別人是不會想到這幅畫的 你必須要把它加上去之後 這個感覺才會過來 可是你要去想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個其實很有趣 因為他把一些現代性加進來 比如說維納斯斯 他畫這幅畫的時候 他已經把他當時的現代性 把它加在這幅畫裡面了 你聽我的意思嗎 在更早期的 你畫這個 正統的基督教繪畫的時候 你不可能是這麼搞 所以這幅畫在他當時 一定算是非常先進了 他現在是怎麼樣 在把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 再把它加進他自己的畫裡面 可是是用類似的結構表現出來 這樣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 有趣的 這個符號的眼鏡是非常有趣的 好 我們來進入今天的正題 有趣的